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叫卫然 我是人朋友 你感觉你很紧张是吗 我不紧张 只是我看你那个眼睛 让人很紧张 我的眼睛怎么了 太美了吗 有点像猫眼 不是 开玩笑的 这是真点菜吗 这是菜单 你是饿了吗 对啊 早餐没吃呢 那你要不要看看想吃什么 今天是我有史以来 起的最早的一天 所以你平时都是下午起 没有 没有 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起 然后夜猫子 算是夜猫子也没有到处浪 在家里面待着 到几点呢 一般 一般一两点睡觉 你为什么早上起来那么早 我觉得睡觉很浪费时间吧 睡觉浪费时间 对啊 太可怕了你 对于你来说应该睡觉是 我比较会享受 比较懒 爱睡觉 我也懒啊 谁都懒 是吗 也可能是我的经历吧 毕竟 我又不是单身一个人 你不是单身一个人 对啊 我有个小孩 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你别老吓我 挺好的 我感觉好像谁都没跟你说明白似的 挺好的 像你这种人 娶回家 娶一个得两个 还谁能生孩子 吃 铁菜 要吗 没事 我请客 没事 没事 谁请不一样吗 你先来到那个我朋友的地方坐过去吗 这是你 这怎么 你什么星座呀 我狮子 狮子座 渣男星座 狮子座是渣男吗 我是 你是渣男 有人这么坦率的吗 第一次见面就要 就是赶紧赶紧说自己是狼 对啊 这样会好一些 不管是谁 我都这么说 我觉得这样说的话 会让人很轻松 刚开始的时候 先把自己堆烂的一面展现出来 以后也许会 超过那种期望值 会更好一些 先把自己的缺点告诉你 对 那好吧 咱俩现在这样开始坦白局 你说你的缺点 我说我的 好 你先说 我肯定谈的女朋友 比你谈的男朋友多 也就是说你很容易 对别人产生感情 不是 很难 那你到底在说什么 那如果很难产生感情的话 说明你觉得 她是女朋友的 人数根本就不多 很多 我出了社会十年 然后每天在外面跑 可以说是 东飘西岛 当然遇到 自己喜欢的女孩 概率比较高 就是谈过十三个女朋友 真正的爱情 为什么不是渣男呢 你是不是对这个词 有点有误会 我觉得这是不好意思 并不是贬义词 那抱一词 怎么会被人抱一词 对 我绝对是在 赞美 赞美什么 能成为渣女的女人 我觉得我会特别欣赏 因为她有资本是吧 不是 那是什么 因为渣男渣女 她们会说话 会让人很开心 对吧 尤其是渣男 她能细心去照顾女孩 然后还有钱 还有财 所以我觉得 你对渣男渣女 这词可能有点误会 难道这是贬义词吗 这本来就是贬义 对另外的人不负责任 然后或者是去做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抬过这么多女朋友 我也没有让她们伤心 所以你一坐下来 那你就先开始说 这个我就有点懵 我当时在想 这个破罐子破摔了 是吗 已经准备了 对对对 是的 我觉得没必要轻易地 觉得自己是有多渣 不是什么好事吧 我觉得很好 至少很快乐 那你这么渣 谁会跟你在一起呢 有很多 为了钱 不是 为了内涵 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这个内涵 你从哪儿体现了 我希望我找的女孩子 是不如我的 然后我能够引领她去进步 引领她去成长 但是你一个渣男 你怎么去引领别人呢 我当然可以啊 首先我的社会经验很丰富啊 你的社会经验很丰富啊 你的社会经验丰富就是说 你懂得怎么与人处事 比如说一个事情来的 还有搞事业 怎么挣钱 我也经历了很多失败 你是不是知道 这创业十年以来 多少泪水流失了枕头 你真的要说话 真的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用歌词行吗 是真的呀 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到 你又没有创业 你怎么能知道 我怎么不叫创业 我现在造型工作室也是创业啊 是吧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不一样 真的是经历过胜利死别啊 以前公司到处找投资 经历过员工都发不起工资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来北京创业的时候 我只有九个员工 我们那个技术总监 他老婆刚生孩子 要吃奶粉 连房子都付不起了 我们九个人都哭了 那是多么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幸运 在网上认识一个人 他说他是投资 愿意投资项目 然后从北京飞到上海去 在个咖啡馆里面 那个时候我的师傅村文 全身就一百块钱 就连喝个茶一百八十块钱 还需要借钱去买单 我说你给我师傅路的时间 我讲完我的项目 你可以选择投资或者不投资 讲着讲着讲着 眼泪流出来 你知道那是多么的委屈 因为我刚开始嘛 我觉得他不投我才是应该的 投我反而不正常了 所以说喝完茶我立马就走了 走了第二天回北京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兄弟 我给你五十万吧 一个陌生人 感觉坐下来听了一个创业 一部创业故事 我在受什么教育吗 创业就是生活吗 创业可不是生活 人创业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让生活更舒适 说得对 吃吧 吃吧 你不是饿了吗 那把这整块拿走吃吧 对 我觉得每天不做得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很浪费时间 我现在特别理解 也有可能有的人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睡觉 至少不是我 我不只是睡觉 不 我说的是 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你不能说 苛求别人的生活方式跟你一样 我知道 对了 你是造型师 然后你也看我比较老 你看能不能 按照你的方式 打扮打扮我 按照我的方式 对 让我感受一下 首先有一点 我从来不会按照我的方式 去打扮任何人 你有什么美观 但是我不会按照我的方式 我了解的你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那样才是最舒服的 对吧 好啊 怎么 你吃饱了 是准备去逛过吗 是啊 那走吧 好 楼下有男装 那咱们下楼吧 好啊 走 不用拿包了吧 不拿包 你是有一亿现金在里面吗 那倒没有 这衣服好奇怪 哪里奇怪 很帅的好吗 把这一套 你先别着急 这个跟那个水桶一样 我觉得 我肯定不会让你像水桶一样出来 出来以后还要稍微地塞一下 或者拿你造型一下 是吗 对啊 你要不然就当玩一下 你不是挺有游乐精神的吗 对不对 所以 我肯定不会让你像水桶一样 只拜托你一件事情 拜托我什么 你不要涂摩 我这四个小就行 你如果穿这个的话 我有可能会涂 但是你刚才那样是完全不会涂 这支呢 这跟奸臣一样 怎么显得 更奸臣了 这个我 确实挺有意思 还不错 这把我打败得这么帅气 我是一般女人得不到的男人 我可是一般男人得不到的女人 是吗 那我又挑战一下 我得到你 你这话说得 很小 那我们再试个那个吧 好大呀 看不出我的生机了 看不出我的生机了 那我觉得就她吧 好 好 像是第一次见面了 已经有所改变了 这衣服不错 也很便宜 你说挺便宜 能不能稍微真实一点说话 是啊 挺好 算是比较便宜 你说一套吗 裤子和上衣 我以后要改变一下这种方式了 其实你内心接受吗 我接受 我特别能接受 是吗 感觉挺有意思 我第一次穿这种衣服 人生太多第一次了 不是吗 但是对我来说 我很少有第一次在 就是在我这个年纪 很少再有第一次了 我觉得你的第一次 对于很多跟你同龄的人来说 都是第一次 像你创业 这些经历 都是别人没试过呢 还好 反正到目前为止 对于我跟你来说 我觉得我只有一点很欣佩你 就是你的诚意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应该算是所有人的典范 你这是什么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 郭富城那个年代的感觉 行吗 我还是觉得咱俩是两个世界 还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可能一直以来就是 上车吧 上车吧 发不了车了 引擎坏了 上车吧 引擎坏了 你去哪儿的地方我都去 我去 我哪里都顺路 西伯利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经历吧 就是你的经历 属于一直是 赚钱赚钱赚钱 打拼打拼打拼 然后失败又成功 又失败又成功 我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可能 从小还比较衣食无忧 然后从来不会考虑现实问题的这种人 之后呢我又经历了 就是这六七年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 我才知道人性是这样的 可能经历了离婚 然后没有人再去帮助我 然后我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想办法自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经过很多的争 就是思想争斗 我又要 我又得挣钱 必须得挣钱 因为我必须得养孩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 我又觉得 挣钱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有点痛苦 所以在经历这么多以后 我自己觉得 遇到一个 你叫什么意思吧 宋妹的就是灵魂伴侣 我了解你 你了解我 我们两个即使在 每一个人都在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 都能够非常非常地信任 就是不用任何地去查你 你查我 我查你 或者是不用任何地 就是 就是能同甘共苦的这么一个人 这种信任不光是出轨这件事 比如说肉体上 还包括 你是不是看中我的钱了 或者你是不是品行不行 这些都是不信任 所以我只是喜欢 两个很简单的人 很简单 只是这两个人想呼吸 不带任何条件 听得懂吗 我能明白您说的 我觉得我跟你说 你都是一脸懵 对 我能理解你所说的东西 但是真正能 但是 我还要说我一个优点 经历过大海的波涛汹涌 反而 往往是能 最能担待住事情的 就是你 你月女无数都没有找到过 适合当老婆的 有一个 有一个 但是没有在一起 那时候还小 也是 没好好珍惜 对 我们谈了三年 我们一起摆过地摊 一起干过饭店服务员 就什么都干过 那你没想到回去找她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 那个时候我创业 在最艰难的时候 然后呢 三年之后 她妈死了 得了癌症 她爸是糖尿病病发症 也死了 所以她爸离死前 逼迫她 嫁给她指定的那个男人 她也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是 我爸都快要死了 我还不能听她最后一句话吗 就这样我就放手了 这才是纯爱啊 是真爱 她对我也有恩啊 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觉得走近你的女儿 但是我对她 只有那种恩情 没有爱情 现在 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可能我在看待事物的角度 又发生了变化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帮了她很多的忙 她你们家庭困难 我都会给钱 都会帮助 算是报答她的陪伴之恩 当年 你还很那个的 很讲义气的女人 平心做事 可以 这点就 结败了 结败了 要不我们当闺蜜得了 行 我觉得也行 咱俩其实性格挺像的 就我也属于那种 就两肋插刀那种人 对 当闺蜜挺好 万一从闺蜜发来的男女朋友 怎么就闺蜜了 就把自己给归到那个女孩堆里了呢 万一从红颜之举发来发来 踏着火花来 那不是挺好吗 对吧 我也没有一上来说 我们搞对象吧 那 我肯定不会这样 这叫做 这句话 有句话叫什么吗 诱敌深入 聚而兼职 你这个笑颜 真的是真的太 我的天哪 这是我的招牌笑 挺好的 挺纯粹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至少比一些有的没的虚的那些好 是吗 那差不多回去了 你 OK 闺蜜 走吧 闺蜜 对 走了 我觉得她是一次失败的相亲 但是呢 她这是一次成功地认识新朋友的一个过程 就个人感觉 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女人味 是我觉得女人 她真的是从心里透发 散发出了一种女人的魅力 就是特别有女人味 反正我知道这种女人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她开始有点吓到了 我觉得那个 我在想这个人是不是来跟我讲那个相声呢 就进来以后就开始跟我进入了激烈的辩论 就还没自我介绍呢 俩人就开始辩论上了 但我觉得后来 我觉得其实她挺有意思的 就是 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对勇敢的人 就是对于一个自己想做什么就敢做 然后并且能够坚持下来 然后是很钦佩的 而且是很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 因为她给了你很多的正能量 我觉得我俩的关系以后肯定就是闺蜜啊哥们 因为她也挺好玩的 我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我俩能玩到一起 虽然蔚然在节目里的每一次约会都没有成功 但是都很精彩 也许是因为她足够珍视 每次带来的冲撞感都麻利十足 我觉得吧 相亲这件事太不适合我了 自从见了这两个男生以后 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 所以呢 像我这种可能看感觉的人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合相亲的 我觉得就经过这次的接触 其实我们两个应该算是一种类型的人 所以我也特别特别能体谅她为什么一开始会给我这样推荐 就是推荐一个有可能不是说是我的要求和我的感觉里面的 但是不想为难她了吧 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吧 我就一路恋爱下去就好了 经过这次相亲之后呢 魏然暂时解除了我作为红娘的责任 不是金姐不够尽职啊 而是她觉得她相往的那种感情状态 是很难通过相亲这种方式去获得的 不管怎么样吧 祝福魏然能够拥有这种洒脱 女人就应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